这颗气球要700万人民币 不便宜 不便宜上千万台币 所以说你认为中国这个气球是等闲适之吗 如果美国这次没有用F20把它打下来 他还真以为这个气球就是跟以前二次大战那种 不是那种古董级的气球 就是不起眼的这是好笑的老气球 打下才知道事态严重 气球的构造是聚乙烯的 不是以前所谓的那个传统的材质 聚乙烯它防爆不会拉扯 所以你看它被这个香伟神山打过去 是被扯开的 否则一般的机炮打不破 第二个呢 它下面掉的是什么 是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等同一颗低空的卫星 它不用花高层门把它打上去 也不用去抢卫星轨道 它就在下面 而且呢 它有推进器 这个推进器告诉什么 它想要叫它去看哪里 它就去看哪里 然后另外 这个网友又间接找到说 这个气球隶属 应该是在中国海南 某个军事基地 这更严重 中国海南有个港叫榆林港 榆林港里面是天的什么 是南海舰队里面 所有的核动力潜艇都在那边 都在那个地方 核动力潜艇 依据中国的宣告 它是可以有潜射的 洲际飞弹可以打出来 可是中国的潜射洲际飞弹 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克服 它打定向目标OK 打海上活动目标不OK 打两发能够中一发赚到 打两发全部脱把正常 所以那个洲际飞弹又这么贵 从潜舰里面打出来又这么这样雄壮威武 可是脱把不是很难看吗 所以说它必须要补足它的定位的不足 所以这个间谍气球它具备了四大功能 我觉得这四大功能都让大家触目惊心 侦察监控没什么了不起 间谍气球就是侦察监控 照照相码回传影像 那功能应该是基本的 对这基本 后面两个才可怕 导引跟定位 它还具备了导引跟定位 这可怕 那说那为什么会在海南会可怕呢 在海南榆林基地旁边135公里地方 还有一个基地 这个基地习近平都去过 叫木棉基地 2018年成立的 这个基地是主要是做什么 做电子站 主要做电子站 里面在干什么 没人知道 你进入这个基地 方圆50公里之内全部盖台 全部盖台 这是一个机敏的基地 那如果这些间谍的气球 是来自海南 跟这个木棉基地之间有没有关联 有没有关联 对不对 监察 监控 定位 导引 这严重了 再加上云林港里面的是什么 云林港里面是核动力潜艇 他的这个洲际飞弹 会在这个中国 这个所谓的 鸭子划水 用气球偷渡的方式 弥补它卫星定位的不足 所以如果这个气球没有打下来 美国还会认为说 中国的卫星 因为跟美国的GPS系统差很远 更不要说军用了 差非常远 监先生我可以说 有了这个间谍气球 中共的导弹可以打到全世界 任何他想要打的目标吗 活动目标 活动目标 主要针对活动目标 那威胁性就非常高了 威胁性变高 所以美国这次把这个建筑球打下来之后 他才发现 哇 100多颗气球在全世界飞 他才知道这100多颗不是笑话 这是一个天大的阳谋 可以打美国 打欧洲都可以了 打全世界 你全世界的活动目标 他会提升他的精准度 所以说这一次意外的打下这个气球之后 揭露人家说叫做气球舰队 应该叫做空中气艇舰队 为什么叫气艇舰队呢 他是有组织的 他是有串联的 他是有母体单位的 他是有接收研判导引定位单位的 这当然是一个空中所谓的 最也不算低廉 一个700万人民币也不便宜 所以这揭露了中国极大的阴谋 也就是说你居然一般认为说 现在都是用卫星 没有人家搞气球了 可是你却把气球做到了净卫星功能 最主要不便宜 你700万人民币一个气球怎么会这么贵 就表示他不单纯 所以这一切一切 让美国头皮发麻 可是幸好找到了 幸好抓到了 这个气球 只要被人家揭发了 他这个阴谋以后 就不值钱了 因为你在天上飞 那气球了 给他过去了 他发这不是气球 这是间谍 这是定位 这是导引 飞打下来不可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他就越飞越高 他越飞越高 那相对他飞的越高 其实就丧失了这个气球的优势 所以说你就不要降到2万公尺以下 你降到2万公尺以下 全世界都把他打下来 而且美国做了示范 打下来无罪 况且你中国自己也这样干 气球飞人家你也打下来 所以你就飞到人家 打你下来刚刚好 只要一个一个把他揭露 把他的串联网给他打断了 其实我觉得中国 布局了这么久的这个气球监控活动 甚至导引定位活动 会因为美国的这次的活动 对 整个挖进 现在是一夕曝光了 难怪美方他会说 这是中国庞大的空中监视计划 但恐怕不是监视而已 他还可以去导引 他等于可以发射飞弹到全世界 他想要攻击的目标 同时中共的说法是气象用 我们看到中共的海军中校姚城 他都说2万名以下叫做对流层 2万名以上叫做平流层 那平流层这个东西是根本不存在 有所谓的气象科研的东西 所以中国自己都打脸自己了 显然这个计划还真的是威胁全世界 我跟姚城聊过几次 他是中共海军解放军出来的 他刚才讲的平流层 那2万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临界点 我先讲当年周恩来下令那个事情 1974年那颗气球高度不高 结构简单他就是个假鬼 所以用气泡打下来一点都不难 那个1974年气球 如果让你去判断这一次的习近平间谍气球 你会完全错判 那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气球他牵涉到产业是 第一个他叫无人飞艇也好 叫间谍气球 他牵涉到高空巨型气球的材料 你知道那个气球随着气压的不同 他会炸掉的 压力变化他会爆掉 所以这个高空巨型气球的材料 全世界能做的没有几家 第二个他呢 他飞到上面去 他怎么控制上下左右飞 他要有sensor叫做感应器 感应这一边的气压气流之后 我来调整我的高度 那要自动冲气 飘高一点 顺着气流往我要去的地方飞 飘低一点 不要被气流影响把我带走 所以那个要有感应器 还要自动控制 还要计算机 所以里面有晶片 有硬体 有软体 谁在做这个东西 第三个他要有动力引擎 那个微微的推动 有点像我们潜艇 其实在那个闭气状态的时候 它是一个那个小小的 推一下你就动一下 所以那一个小小的舵 小小的螺旋桨 跟它的动力系统 谁在做 我再强调一次 那是在高空上面 那要承受不一样的压力 然后再来 那一个所有的太阳能 带来的动力 带来的导向它的引擎 以及它自动冲气控制高低左右方向 这一套系统 没有人在上面 全部都自动控制 最后我要侦测嘛 侦测我要拍影像 拍了影像的储存或传输 那定位 我现在定到了许仲江在这里 我要打你 我要锁住你 那个定位系统 电磁讯号的收集 这全部现在就是 美方送到FBI的实验室 一个一个要拆出来 好 因为你如果可以遥控 就代表中国一定知道它的位置 那它一定会回传 这一定有传输设备嘛 自动控制系统 所以传输是个很梅干的东西 我飞到地球曲率的那一边 就不是用电波传输了 那我经过卫星传输 卫星美国控制的比较多 你卫星传输会被发现 那现在真的要查的是 你到底怎么传 你如果不可能存在里面 那你往下传是谁在接收 有间谍船 间谍飞机 还是间谍战 这个他们会去查 所以这些 这些气球相关的产业 坦白讲 用到台湾的还不少 晶片要台湾的 但是因为它比较大颗 它不用到 不用到那个高精度的 那16奈米以下 它90奈米的就可以 那它因为是非金属材料 所以雷达要 它有点像隐形战梯 你要少到它 没那么容易 高度在三万米上下 那我们一般的战机 像F22飞到两万米 我们的F16飞到一万六千米 那你再用飞弹去打它的话 那个高度差 其实不容易处理 所以它有它的优势 那一颗到底多少钱 美国在气球的应用 其实比较先进 美国有个叫J-Lens J-L-E-N-S J-Lens的计划 一颗气球 一亿七千万美金 这么贵 它上次飞飞 派人家整个州大停电 勾到电线 所以美国说 这真麻烦 一亿七千万美金 我设卫星就好了 它那一个J-Lens的计划 它在天上 可以取代三到四架的电针机 它又可以停在那边不动 电针机还回来加油 它停在那边不动 然后它又不容易被查之 高度又比较高 那另外 中共那个七百万人民币 太便宜了 我跟你讲了 如果你去看J-Lens 你去调Google有那个相片 你调J-Lens那颗气球 我再来看这颗气球 中共这个有点像违章建筑 然后